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应该是十几年前 就是把PC当成Home Theater HT嘛 就Home Theater 家庭剧院PC这样一个东西 那曾经呢 Xbox也有这样用过 那后来 像微软也推过 那个Windows MCE好像 是 当然这个可能 那时候你还在读国中国界 有点遥远 但是现在的那种 多媒体盒子 你应该就比较知道了 比如说像哪些 Apple TV 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 但是Apple TV 在大陆不太能用 那什么可以用呢 比如说在大陆很多开博啊 海美迪啊 小米盒子这一类的 多媒体盒子 这是一种 那还有一种是什么 对 现在 我们今天要介绍 对 没错 就是NAS结合影音 这个就是说 NAS可以直接做 因为它可以储存很多的 这个影片嘛 音乐 那它如果有HDMI的话 那其实它也是一台 类似HTPC的概念 它是一个Server 那伺服器 然后它也可以直接 有HDMI输出去 所以 所以我们今天 就来重点介绍HD Station 那我们先请我们 那个导播 帮我们切到 那个PC的画面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们今天 这台NAS的操作界面 那其中呢 这边有一个HD Station 你知道这个HD Station 一开始叫做HD Station 那时候其实 我来说一下 这个时候 你猜在HD Station 一开始你会直觉是什么 高画质吗 没错 高画质 真的假的 高画质 这名字取得挺妙的 因为为什么 后来呢 我们发现 这个HDMI输出 它不只是做一个 高画质的影音输出 它还可以干嘛 QNAP可以做那个 哪个呢 虚拟机 把它变成一个PC 厉害了 NAS 变成Windows PC Linux PC 那我们又内建一个 Linux Station 这样子 比如说这些PC啊 或者说Windows 输出 用HD 刚刚讲的 Hive Definition Station 好像就 不够来描述它 对不够来描述它 于是 你知道谁发明的吗 不知道 比如说我们的大老板 佩迪 他就给它重新 我觉得它Redefined 很厉害 他就给它 用一样叫HD Station 重新给了一个名字 叫做Hybrid Desktop ,完全全市了 完全全市 而且不改剪名 不改那个简短名称 它就混合桌面工作站 有没有道理 太厉害了 有啊 大老板还没看过 对 还没看过 有机会 跟那个大老板 碰个面 say hello一下 好 然后 所以这个是我们 从Qnever的创新 HD Station 本来就是一个创新 那它又从HD Station 高清工作站 升级到我们的 混合桌面工作站 所以里面就有Linux Station 有这个 我们的HD Station 甚至有QVM 那个刚讲的 这个 什么说出来 虚拟机输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 控制台里面的 HD Station画面 那它变成这个 Hybrid Station以后呢 它这边就有两块 一个是 这个我们原来的 HD Station 多媒体输出的部分 然后你这边也可以 设定啊 启动啊 移除 然后也可以安装 它上面自带的QVM 那或是Linux Station 那因为这两个就是 就是完全使用的桌面 就是二则一 那如果你在HD Station里面 用QVM输出的话 那就是用虚拟机输出 都是属于这个 这个输出部分 那纯粹就是 用Linux Station 比较原生的 一个Linux Station 就是用这里 二则一 那这边就是它 HD Station 哪一些套件 好 这个预设就会有 你也可以更新 也可以移除 那这边有个设定呢 它还可以在这边设定 它的解析度 不同的解析度分辨率 然后也可以启动 用远端桌面哦 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到 HD Station远端桌面 你知道这有什么妙处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告诉你 这个妙处就在于 这个地方不是给自己 这个看画面用的 比如说假设像我以前 现在还好一点 我女儿长大了 小学五年级了 当她小学 不是 当她小学 这个不是 幼稚园的时候 我其实很困扰 老人家在家里 不太会用 太复杂的操作 要工具操作 就不行 那小朋友还没学会 所以如果这时候 就有这功能 你知道吗 我在这里就可以 让他们决定 看什么片 然后他们只要 打开电视 对吧 就OK了 对 只要打开电视 至少学会切换到 HDMI输出 这里我就可以控制它 然后 我们这边启动 远端桌面 我们这远端桌面 因为使用VNC 所以它是没有声音的 但这个声音不是重点 因为声音 你实在是要的本机播嘛 对对对 而这边是 远端控制 远端控制 让家人小朋友 都可以看片 这个厉害 这个不错 没想到有这种效果嘛 对 那当然 如果这个发生问题 我们的客服人员 也方便去帮你远端 健康画面 这也是一种应用 好 然后 LINES 这边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过度扫描 我刚刚忘了讲 过度扫描是干嘛呢 过度扫描是说 因为有些电视 在输出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一些 比例上的偏差 你会觉得 这个好像电视太小 那个有些画面的框框 没有它超过了 超过了 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 用这个过度扫描 比如说一般 比较常用是 2%或是5% 一般我都选2.0 它就会缩小一点 这样画面就会满足 那个 输出就会满足 那个电视的画面 对 一种是调电视嘛 电视也有一个 类似过度扫描 这种 那一个是我们 很贴心的 做了这个 这边也可以调 对 就不用调电视 那LINES Station 也有一个还没启用 所以还没有设定 那我们这边有另外一台 LINES Station 它就有做这些设定 你可以看到 这边它也可以 输出解析度 还有用什么哪一个网络卡 甚至可以挂载光碟机 如果你有光碟机 可以挂载 然后也可以 远端桌面 这边来演示一下 这个LINES的远端桌面 它就登录这台LINES Station 我们特别准备另外一台 因为两台切换需要时间 大概需要30秒左右吧 这个切换我就不切换了 这个是我们LINES 这边的操作界面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我们导播 帮我们画面 切到我们的HD Station吧 好 OK 好 那这时候到HD Station呢 我们就要拿起遥控器啦 这是一台遥控器 那我们 我们有旧一版的那个金色 香槟精的遥控器 那新的机器 我记得都是附这种 这台是IR004 这个的效果比旧的那个好很多 哇 就是说它的上下左右 你会觉得旧那个比较扁 它的讯号可能 不是很强的 这台就强多了 那这个画面呢 我们首先 先为了方便 用遥控器 其实用遥控器也可以 你看我们这边 过来 好 我们先到设定这边 这个地方是可以切语系 你可以切繁体中文 或者说其他语言 支持很多很多的语言 哇 然后 设定 设定这边一般 就是第一个是 这一个界面什么 对的 套件 嗯 而且在这里面呢 我们所有套件 等一下 我现在在左边 一个一个看好了 第一个是一般 它可以决定 显示那些NAS时间 然后是否输入IP 启用自动登录等等 往右边一点 右边 它就可以出现变化了 最后一个多工作业 是它可以 因为它是一个桌面的概念 所以就是说 你启动多工以后 它的很多像Facebook 或是QTS 那些浏览器 就像电脑一样 它会下面再一个一个 但是我觉得 启动了以后 遥控器就没有那么顺畅 你看它会想到 会影响遥控器操作 因为我在客厅 在家都是遥控器 我不是把它拿来当成 那种PC来使用 所以我一般是不启用这个 那接下来呢 看套件 这里面的每个套件 除了刚刚在那个 我们桌面可以设置以外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做 启用关闭 比如说你在这里点进去 它也可以停用 或是安装 那或是比如说 设定自动执行 就是你一开机 进到HTC 就会起用 最后还有一个 耳的命使用 就是说 只有耳的命 这个帐号群出 才能使用 不是每个人都用 这很重要 你想想看 我这台 它就是HDMI输出 如果所有的服务 家人都能用 因为它可以看影片 不小心看到不开看影片 就麻烦了 就尴尬 对对对 就尴尬了 所以这个是设置的部分 那还有我们看一下 显示 我还没跳到显示 再给它点一下 显示 好 显示这边就有解析度 有没有 解析度的话 你看我们这边就有一样 像刚刚一样 很多解析度 依照你的 比如说假设你播到投影机的话 那你就可能 投影机没有19201080的 那就可以切换成1280768的 然后自动关闭荧幕就是 好像有点像是 叫什么来的 互演模式 互演模式 就是说 30分钟后就自动关闭 不要一直看片 过度扫描就是刚刚讲的 有没有 你看我现在就可以再试 你现在看到 我们现在边边都是刚好嘛 对不对 我来试个 2.5 有没有 他就缩小了 对吧 有没有 你可以看到 这个荧幕这边的 这边上面 这个插的位置就不一样了 我们再把它回去 好 我下一次有遥控器在操控 我刚有按 好 反正 嗯 再按一次 关闭 好 又回复正常了 桌布也可以自己调 那我就不调了 好不好 那可以调成自己喜欢的图片 我试试看 你这样问我正好是 预设 样板 没有 但已经很多了 对 可以请他们RD 再来开发成 可以 制定桌布好像又更好一点 好 再来是 偏号设定 偏号设定 你看哦 这里就有语言 我们刚才切换语言嘛 然后还有输入法 你猜它可不可以输入中文 可以吧 可以啊 这么强感觉就可以 可以 新增 输入中文是干嘛的呢 超级多语言的 对 超级多语言的 你知道为什么要输入中文吗 或者输入这么多语言吗 这是因为 那个 什么来着 我现在马上来新增 比如说我们来上网的时候 你就要输入中文字啊 对不对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用 这个来 真的是太多了 我点了 好一下子 注音 诶 典中的拼音也有 我来新注音 按一下 就有注音了 你看哦 这边还可以切换 然后接下来是NAS的音源输出 那NAS 因为我们NAS的音源输出 有它的 有的NAS有这个 这个 这个类比的那个 那个3.5寸的小孔输出啊 那也有HDMI 像这台是882 所以它有三个HDMI 那因为画面可以同时输出 但是声音 NAS的声音输出 只能选一个 嗯 所以你这边要选择 你要输出的是哪一个 输出的声音 那我们今天是用HDMI 来输出 然后 哎 遥控器还可以克制化 你看哦 什么意思呢 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个 另外一个遥控器 嗯 那这台遥控器 不是QNAP的 是我们那个 随便一个 控制KVM遥控器 随便一个 对随便一个 但是 遥控器 就不一定 每一家都能用 嗯 那我现在来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怎么来做遥控器的 基本的设置 嗯 就是让你家的其他遥控器 我像我自己家 试过 Panasonic的遥控器 好像弄不起来 但是我用过LG的 可以 然后 中华电子MOD 可以 那这个我刚 当然我事先试过是OK的 在这里先表示 那我们请 我们导播 因为他弄遥控器的时候 人得过去 搞不好 那个 不用了 不用了 这个还是在这个方面 我这里搞不好就可以了 我试试看 我自己可不可以 因为刚好这个 前方没有阻碍 好 我来进去 立即学习 开始 这时候他写上嘛 我就按上 学习向上 这句话还不错 接下来 学习向下 就不需要 不过还是 我们要照正常按完 按到满以后 他会要你去下一个 然后学习向左 然后接下来 学习向右 好像在玩跳舞机 对 要先学习一下 接下来 按OK 然后学习完 因为他这个学习 每次学习都会 那个嘛 然后再学习 back 再来学习menu 好 学习完成了 我用这里按OK 诶 有了 你看我把这个 原来的QNVL 东西放下来 用这个也可以做到 诶 好神奇哦 是吧 好 要对准 对对对对 有了 OK 这个就是遥控器 也可以这样用 嗯 那我们再回去吧 好 来回到我们那个 基本操作界面 那右上角另外又登出 基本的这个设置 是吧 接下来 重点 诶 有如一言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 诶 火旺兄来啦 火旺你好 这个火旺啊 诶 我仪仗也姓 也姓林 中间一个火 最后一个字不一样 好像 不知道是不是亲情 诶 难讲 这样我就得叫他 他都会大我一倍 哈哈 尴尬 火旺这名字不错 嗯 然后 这个廖家辉说 功能越来越多元化 必须的 QNAP持续的创新 所以我们功能是 越来越多了 真的是一台搞定很多事 没错啊 真的是一台搞定很多事情 好 大家 诶真的 今天 不妨赶快把我们这个 把你的这个 Facebook 或是说YouTube的 分享连结 分享给你有NAS的朋友 因为今天我们讲的是 我觉得很多人 都不太会用到的一些 但是很亲民的工人 对 比如说刚才的遥控器 你可能没用 但是你试一下 其实 我现在觉得 他的遥控器都还 支援挺多的 我刚才 今天试了三台嘛 三台都可以 好 然后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首先 我们 这个NAS 最重要是影音的部分嘛 对不对 这其实也是大家 最常用的 最期待的 但是 说个但是 QNAP这边用的是 HD Player HD Player 顾名之一 就是一个高清的播放器 顾一下 还可以看YouTube 哇 很方便 现在大家都喜欢用YouTube 看影片 对 没错 OK 画面OK了 好 那画面OK了以后呢 那我们拿起遥控器 哎呀 哇 哇哇哇哇哇 你有换一个吗 换一个事实 好不好 换盒子 今天的状况比较多一点 好 嗯 那没有关系 这个奇怪 临时状况总是在现场发生 对啊 很难避免 很难避免 不过我们还是要尽量避附 真的 真的 然后 好 要不然以后要 哎我们还是有预言 怎么还是这样子 对 预言还要更更那个一点 好 那 所以还有一块隐音语呢 譬如说像YouTube刚刚讲的 YouTube就很多很多的影片 对 看不完 看不完 还有像音乐呢 你音乐在上面也可以订阅 Spotify吗 对 没错他也有支持 真的假的 真的 然后还有 超矮 那个看影片 还有一个也是影音啦 PlaceMedia Server 这个不 这个东西在国外用 那很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他就是把你的影片啊 音乐啊 分类 都分得很好 会有画面吗 有有 这个是Place 那这很棒 那当然 我们里面也可以做QTS的管理 还有Photostation啊 Fire Station啊 Muse Station 等等的画面的操作 好 然后再来QNAP的专属的娱乐营 有神奇的 Ocean KTV KTV K歌 不开玩笑 这也可以K歌 不开玩笑 这也可以K歌 而且 那种 导唱啊 切歌 生去讲去 掌声虚声 都有 音调啊 这些都有 好齐全喔 嗯 好 我们来再来试一下 导播帮我们换了一台 来切过去看看 推 目前正常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那个HD Station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哎 我们在哪里呢 画面在哪里 好 好 有没有 好 那像我平常呢 我就把相片放进去 我来演示一下 我最喜欢听的 当然我在家里听的 不是这个 像孙眼智的 或者其他人 好 哎 我这边就可以听个音乐 好 没有 现场就收到音了吗 好 然后这时候呢 我再用我的遥控器 好 相片 嗯 这时候还有度假感 对 对 这是Bassanova的感觉 你看 然后这时候就可以看这些相片 然后按下去就换灯片播放 它会自动的 播放画面 然后下一张 好 这样 不过 我应该要准备 应该要准备更有感情的照片 比如说 跟小孩的照片 对不对 或者自己出过旅游的照片 好 就这样 这样看 感觉挺好的 而且这个HDPlay 好 我们来声音小声一点 淡淡的伴奏就好 背景音乐 背景音乐 有吗 有 好 而且这个HDPlayer你看 它这里 每一张相片 它用六格六格做一次呈现 你可以一张一张跳 然后到下面 有没有 绿色的亮 它也可以一次 六张六张换 哦 就看你要慢慢选 对 对 如果你不太喜欢这种时间走看 或者不习惯时间走看 因为我觉得时间走看很好 比如说我想看九年前 我女儿现在十岁 九年前 它一岁两岁的照片 我就放到九年前去看 嗯 好 它会按照 自己按照时间日期排好 然后底下有个资讯 有个选项 你点下去 它就可以按照你的 比如说你的相簿 还有按照你的资料夹 也可以按照资料夹看 嗯 比如说你假的按照资料夹以后 它就会成 切换成资料夹模式 好 那一个 好 好 那个 对 刚刚那个画面稍微秀斗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看 趁热空档 我们来看一下 嘉辉有说这个 H264 265都可以顺畅播放吗 哎呀 这个问题啊 很好 好 我记得26 哎这个是264 265啊 264是可以播的 嗯 265是安 我们那个安卓 那边可以播的 嗯 不过我这个确认一下回应 因为我其实影片 我没有特别去记 它是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格式 好 能用网络登录看媒体功能吗 这个 这个 这个todd 这个会透的中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能用网络登录看媒体功能 这个可以说明的再清楚一点啊 嗯 好 好 然后跟相片吗 音乐 然后另外还有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影片 然后影片的部分 像今天其实是有准备一个DTS的影片 好 我们我们先看一个另外一个影片 好 QNAP前台播放 好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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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在于 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影片 对 那 那大家 问题是大家看的影片 不一定是这个影片 你可能看的是那个什么影片 好 有DTS的影片怎么办 好 这时候你点下去其实是听不到声音的 我现在修给你看 我现在声音再大我也是听不到 它只有画面 所以我们待会就会跟大家讲怎么去看 DTS那边的声音 你看这个画面波来波去就是没声音 其实除了这些画面啊 大部分啊也都也都 我其实我蛮喜欢用那个HD player 嗯 就是说尤其是旧版的就是说没有这个限制的时候 哇 真长版本大家有需要可以跟我联系一下 偷偷描入一下 对对对 等会我会用Linit Station 跟大家讲一下怎么用这一块 那我们再把HD player讲一下 HD player里面刚不是有那个要登录账号吗 对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做一个账号的绑定 事实上这个HD player 它用的播放的系统核心还是Coding 就是以前的XVMC 只是说我们Qnavel特别把它包了一层 跟大家使用者更亲切的这个P 那另外呢就是也跟我们的Photostation Muse Station跟Video Station做个整合 那账号绑定的部分这边就讲了 哎 启用账号绑定 那它会利用这个账号直接帮你自动登录 我一般习惯就是就绑定账号 就是说很方便 因为这样绑定账号就是家人自己进来 就就没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进来 那只有比如说 你要自己要特别看片的时候 你要你离开再重新登录的时候 你可以切换不同的使用者来 这是HD player 那HD player的话我们要切 要看那些片要怎么办呢 那这时候我再 我们先把画面切到 因为它需要换人 好 那我再请导播现在帮我们把那个画面切到 Linux Station 我们准备另外一台Linux Station 在Linux Station上面就可以装什么 知道吗 新鲜人肯定不知道 我们可以装Cody 就是说Linux Station上面就有 我们这一包标准的Linux Station 它就可以下载后就有Cody在里面 直接就有了 对 那就可以用那个Cody 就是说一开始可能先用滑鼠进去一下 但是后面呢就可以有这样一个 这个就可以进去 那画面好了 我们可以切换过去 现在画面应该都正常了 OK 哇 这个背景不错 好 这个就是我们Linux Station 进入的画面 那进入画面预设 像我这里装的是那个哪一版 我看一下 它有三个版本 14点多的 跟那个16点零四版 还有一个是麒麟版 麒麟版是那个中国的 特别的中国特制版 而且这个都是网上直接下载的 那下载以后呢 我们这边 首先你如果要切换成中文 跟大家讲一下 切换成中文 就是系统设定这边 好 现在画面我们来看看 这时候这个画面有没有正常 好 都比较正常 好我们刚来切到语言 这边 这个系统设定这边 然后我们有个语言之词 可以把它点出来 那在这边呢 它就可以 它就会提供可以简单 因为我已经把它切换成中文了 所以我稍后再提醒我吧 然后在这里你可以先按 安装或是移除语言 好 在这边可以选择 不同的语言 像这里 下来 可以去挡一下 中文简中反中 你可以把它打勾 按应用 它就会先下载 下载以后呢 怎么办呢 还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你下载好的语言 你在这边会出现 你要把它拉到最上面 它这边下载的就是汉语 不是台湾是香港 我不知道为什么 总之就是 你再把它用这样拉的 比如说这样 英文拉上去 它就拉上去后 你再到这边右上角 来重新开机 不是开NAS机 然后是开那个 这个重开机 也行 就这边东出 有没有 这边有个登出 再登入 就行了 所以首先呢 我们先切换成这个中文 切换成中文 又要干嘛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用Cody吧 先把它关掉一下 这个Cody打开 Kodi进去 一样Cody进去 也是英文的 怎么办呢 我们当然 看繁中还是比较习惯嘛 对不对 所以点进来 我们在interface setting 这边 你要切换 那你要切换 那你要切换的时候 你这边先 先做一个切换 在哪里呢 在skin这边 这边啊 我建议大家先选 把这个字 字 字型 先换一下 凤子把它 学成这个 Areal based 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你切换了以后呢 你待会再来切换 语系啊 你就会看到 比较正常的 中文 好 这边 切换一下 好 把它下载一下 这个背景画面 显得我们两个人 很突出啊 有没有 这里就会切换成中文了 很亲切的中文 对吧 但是啊 你看啊 我如果再给大家切换一下 如果你刚刚选的 没有先选字型的话 没有选一个基于Areal这个字型 你如果是用预设的 这很奇怪 这叫包包起来的 就会变得框框 诶 诶 诶 所以赶快把它换回来 那这很重要 就要先换 对啊 很重要 好 好 是第三个 字型要换成Areal的那一个 对 哪一个 第四个 试一下 对啊 英文字还是看得到 好 有没有 正常了 好 这时候到了Cody以后呢 我们再来 播 再回去 好 我们来播电影咯 然后新增影片 新增影片 新增影片 我们要新增一个影片的地方 对不对 我们可以按浏览 选择哪里呢 选择组档案系统 这个其实 Cody是有点进阶使用者的用法 你们看到这些 感觉不是那么亲切 对不对 对 虽然它开始播放以后很亲切 但是一开始这个 选目录讲 我觉得没有那么亲切一点 嗯 在这里可以选 NAS的Share 这里就是我们习惯的 诶 好 有没有 比如说多媒体嘛 对不对 我再选一下 好我就可以按确定 好 它就可以新增了 好 好 我按确定 好 因为这次Cody 它是一个open source 它的设计就是这样 我们没有去改它 那 你刚刚看 我们HDPlayer 它就自动的把 NAS上面 已经自动带入了 对 就是加了那层皮 就有差了 好 OK 好 我们就有 Martimita进来了嘛 对不对 我就可以进来看到我这边很多的影片了 好 我这边在选一个test video 还记得吗 这个DTS 刚刚那一片 对不对 对 好按下去 我可以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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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是DTS的测试片 好 然后把画面回来 那其实这里这个也有很多东西啦 我们也可以看电视剧啊音乐影片等等 就不看了 今天是要把所有的做个大致的介绍 我们就跳出Cody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请我们的那个 导播把我们画面切回 我们跟大家再聊一下 因为我要这又要再把画面再切回那个 HD station 今天到我很忙 辛苦了 OK 那等一下我们要来玩什么呢 我看看 嗯 影音乐 好不好 好 Live 我们把大家 比较关注那个DTS跟AC上问题 解决了以后我们来看看 轻松一下 OK好 来 我其实我在家里啊 最常用的是什么 我来看看 我们按顺序来 首先 YouTube 哎 是吧 一定要用的 一定要用的 YouTube YouTube在 你如果用电视 用手机看 看的还不愉快对不对 不够大 在这里啊 选YouTube进去以后 YouTube 我们那个 HD station里面的APP 有的支持遥控器 有的不支持 就HD player 支持遥控器 你如果有旧的 Cody装进去 他也是支持遥控器的 那另外YouTube也是支持遥控器的 还有Plus也是支持遥控器的 那这里你看好 我们这时候呢 就可以拿起手机啊 因为在这里 你如果要输入东西的话 它其实是没有中文输入的 怎么办 用手机 对 这时候呢 我们手机就有一个Q Remote 你可以用Q Remote 去控制它 手机就可以当你的遥控器了 对 而且这个手机遥控器 真的是太方便了 而且自己的手机打字也很顺畅 对啊 必须要用自己手机 换一次 然后Q Remote登录了以后呢 我来输入啊 你可以输入嘛 那就输入了 现在要看什么 我们来结合一下最新的实施 100公尺是吧 有了有了 你看刚刚输过就出来了 你现在是用它自己的输入啊 不是用你 我们刚刚也有那个中文输入法 其实也可以用 不过我们现在啊 100 除了用你手手机的 也可以用它 100 100 哎 你什么是不不不不 你的输入法 我不会 不是不会啊 我我我是一般 我都用那个 看一下 好 我就 我点凶 我再谈点进去啊 还是自己的手机用的习惯 好 Q Remote进去以后呢 它也可以当你的遥控器 滑鼠 对 然后也可以在这里输入 就输入 100 100公尺金牌 我知道了 因为我们刚刚 有切 有输入了中文啊 所以它就输入 就是说你用也可以 就是说我们刚刚不是有增加中文输入吗 对 所以它这边也可以切换 那我们来看一片哦 就是这一片 100公尺金牌 为什么选金呢 因为镜周刊的这一个 我觉得蛮令人感动的 来看一下 来 田径男子百米 杨俊翰 夺台湾26年来手机 这方面多么的精彩 好像有点讨论 今天可能设备 不过我们这个声音 我们现在很像主播 对 各位全台湾的观众们 我们可以看到 各位现在领阵 对 中线爆发标出10秒22夹击 太棒了 大家都为它加油 你看当它看到 全场为之 宽生雷动啊 太棒了 这种就是自己在家 还可以用这样弄上去 好感觉还不错 对 这个还是蛮令人感动的 你知道 世大狱 在华士 我是要说一下 用的储存设备 是 真的是不错 OK 好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好感动 真的是蛮感动的 那其实我们YouTuber 还可以 除了说看世大云 世大云就这几天嘛 对 看完就不要看 平常让我拿着YouTuber看 就是看什么 巧虎啦 小朋友嘛 就看巧虎 老婆就看康熙来啦 以前啦 然后我自己是看什么呢 看片呗 对啊 这个 那另外其实YouTuber 本身也可以去 它也可以透过跟手机配对 这个用起来会比较复杂一点 我就不掩饰 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啊 用这个 就是在你的手机上面打YouTuber 然后会出现一个 一个输入一个TV code 那你输入以后 你就可以在你的手机上面 然后看到这片不错了 你跟他做这个TV code连结以后 就把这个传过去 就可以把你的手机传过去 甚至在这里的YouTuber 也可以登入你的账户 你自己想看什么 在手机上设置想看什么 在这里可以看 但是这样设置以后 你想你的 你平常在看什么片子 会被 被 被发现 被发现 所以我一般都不登录的 我就我想看什么 我就 我就用手机 这个Q Remote输入一下 就好了嘛 是 好 OK 这个是我们的Q Remote 好来 跳出一下 跳出啦 用遥控器 最右上角那个 按一下 就跳出啦 好 那我们再来玩什么呢 嗯 还有什么可以玩 还有很多啊 其实刚刚那个H2Player 它也可以做DLNA的播送 你手机的第二相片 也可以通过Q Fire 这样DLNA推送出去 还有啊 除了看影片 还有什么听音乐 听音乐 你常用哪一个 Spotify Spotify 我们点进去 哦 这个是Spotify 诶 它的画面就要用滑鼠 好像 或者是键盘这样子 然后比如说你要听什么音乐 你就 登录账户吗 我们这个已经登录了 所以登录账户后就可以听歌了 如果你没有账户的话也可以唱 我听说这个Spotify 它那个音乐就是说 很多都不错 对 而且它会推键 哦 然后又会声蕾 哦 那谁 随便选择 这是谁 想听到那个 嗯 很热情 很重来给这个感觉 哦 我来看一下 哇 这个挺多 哦 李俊杰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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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有,全球都有,还会帮你摆上前几名排名的歌曲 它是免费的还是付费的? 付费的 免费可以听的 可以试用的 可以试用听部分 那想要听更多就是付费 那我们一样就先出去了 先把它关掉 先暂停,把它关掉 这个就是Spotify 好,OK 那另外呢 另外还有一个PlaceMedia Server 那这个是国外我们比较常用的 在上面这边 黄色箭头 对 那这个其实它必须在NAS那边也要装PlaceMedia Server 是 然后在这边做登录帐号设置 那在这边 从App Center里面先装个 对对对 在App Center里面要先装 那装完以后在这边 比如说 你就可以 有没有 这边有很多channel 可以进去吗 那我这边 它还可以连到不同台那时候 我这边就可以选882BR的 iTunes上面的那个 这个影片 然后 然后 我看 most popular 好吧 选一个 哇 好多喔 但是都是预告片 哈哈哈哈 要看全片好像要付钱 哦 那比如说我来点一下 Wonder Woman 这片你有看过吗 有 今年很红 真的吗 对 marvel系列的 真的是 离开影台也很久了 而且女生应该特别喜欢看这个 真的 就有种女生有能力 有超能力的话会怎么样 哦 超能力啊 诶 科幻片我喜欢 就这样 它可以看这些片 好不好 OK 做个简单的演示 今天是带大家就是把各个不同的功能 都做了一个简单的演示 这个要登录账户的哦 所以要先自己穿 对 它有免费的就可以做一些事情了 然后 另外你要离开呢 就是左右选 然后 按开关 它就可以跳出来 好 看看 那接下来呢 这么多还想看哪一个 嗯 还有我们QTS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很简单 QTS 大大的QTS点进去 进入就可以管理我们的NAS 这样有没有 就这样 你可以到这里来做一下NAS的管理 就这样 好 NAS管理我们就不特别做了 反正NAS的各式量功能 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操作 跟使用 也可以参考我们的QTS影片 对 好 那 接下来呢 把它离开 还有什么呢 嗯 嗯 这边 QNAP 郑重巨线功能 哦 还有还有 浏览器 啊 我们先讲一下多媒体啊 好不好 多媒体还有一块是什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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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说K歌嘛 KTV KTV Ocean KTV Ocean KTV Ocean KTV 因为我们会另外的 专门的时间 讲 因为它这个比较多一点 嗯 因为它其实是有 TV端的界面 是 跟PC端的这个 Console管理界面 还有手机端的点歌界面 哇 就是刚讲的 切割从上导唱 升起降起都能做到 我们在这边 其实你看 就 就可以 点歌 而且你看最近 推荐的歌曲 好 热门华语 你出了自己的歌 在YouTube上面 也有免费的歌 哇 可以 听哦 我想唱歌 唱歌 好唱啊 他 现场唱是吧 好来直接插播 好 真的啊 真的啊 好 你说真的 现场准备了麦克风 哈哈哈 也太神奇 小叮当啊 拿出麦克风 哇塞 而且这个你看哦 那这边哦 他有什么 倒唱切换 还可以直接消人声啊 嗯 嗯 不太会唱 就开个倒唱这样 哎 不太会唱 就开个倒唱 他预设 就因为他有 不同的声道啊 是 现在声音太小了吧 好 这首歌声音 只要相信 行吗 行吗 行 好 好 我可以 嗯 唱得不错还可以这样 哈哈 来个掌声 好 好 然后麦克风调整啊 多好 我们来唱一段 给大家观众一些福利啊 我们挡到字幕了 没关系 可以把声音消除吗 哈哈哈 好害羞 好害羞 好害羞啊 消人声 Jeffrey来一段吧 这首不太喜欢 看不到字幕 看不到字幕啊 OK 这样 心 人理所当然的忘记 真的很像KTV唱歌 心风里日记 一直摸摸手的远 太高音了 好 我就只会唱这句 其实这句就是那种 但你hold住这一段 短暂的小信服 各位朋友 有吗 要离着近就有那种KTV唱唱的感觉 有回音的感觉 有回音 回音这边也可以设置 可以把回音设置的小线干嘛 好 这个我们在 比较多的声音 KTV的专传的时候 再来详细介绍 好 好 我们来 接下来 不唱他干嘛 好 切歌 不理我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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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要你继续唱 真的吗 那你唱吧 我来切一下 切歌 切歌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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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右上角 出去 好 可以玩个呢 既然还有什么可以玩 来 我们今天不是有导播吗 想不想看我们的导播 想看 导播超平的 对 所以呢 要怎么看呢 我们就有个 这边有个监控 我今天特别把我们的NAS 再装了一个USB webcam 所以NAS上面装了USB webcam以后 就可以把那个USB cam也弄进来 这个时候来 监控画面 这个要输入一下账号密码 对不对 对 登录 哎呀赶快 准备画面要出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监看的画面 那他现在在连线中 我们可以做一个大屏幕的 有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的这些都可以 就是说 在透过你 结合这个QNIC的HD Station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健康的画面 在电视上面看到 你看我们的导播 你看拿着麥克风声音 漂亮的导播 刚辛苦的一直在帮我们接来接去 这样就 带个耳麦 专业耳麦 不用跟单 测一边 我觉得比较酷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 也可以透过TV 做一个监控 我觉得这个是挺挺棒的 嗯 然后 一定要 推出来一下 那监控很多功能 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说 这边只做一个简单的 基本的展示 然后 那个 我看 刚刚那个 TOD 是问说 从外部连回NAS看影片 可以啊 你一般是用 就是 看你是用QFile 或是QVideo 甚至QPhoto 都可以 外部连回去看影片 用手机APP 然后你也可以连回NAS里面的 比如说 像 那个 什么 啊 啊 就用Video Station 或是说 File Station QTS 用网页也可以看 但是网页看的时候 它就是要看那些Codec 其实播放引擎 都跟Codec 都有很大的关系 再帮我切一下 那另外呢 像 Codec 或是说 Place 我是不知道 Codec 我知道 它也可以在外面 比如说 你假设你在这里 也可以透过网路 去播放 远端的 透过FTP 也可以播 但是效果 还是要 看你的那个 频宽 好不好 OK 好 再来 哦 我们还有什么 True Button 就是像这个 我们有那个NAS 有附这个 这台机器 这个 遥控器 遥控器上面 你看这个遥控器 它就有 有没有 红的绿的 蓝的 这四个 这底下这四个 那 在这里呢 那我们的NAS上面 就可以装 QButton 这个QPKG 装完以后 就可以设置这个 怎么用 比如说 现在 可以按这个 红灯 因为我已经弄好设置了 我就按这个红灯 对准 对准它一下 它就开始播放音乐 没有 这种神奇 对啊 一扭就可以 一按就好了 很棒吧 我们这个 余生音乐这首 还真的是蛮好听 对啊 那一样 也可以 可以 记得 这是叫它提 也可以 下一首也可以 我应该按一下下一首 开始播放音乐 然后下一首 不喜欢下一首 你看 还会讲话呢 所以呢 有了NAS 有了NAS 就要把它活用 这样都用起来 会感觉 真的 太万能了 万能 你看 你不用过去 用遥控器 就可以叫它播放音乐 好智慧 就是比较舒服嘛 更智慧的是 用说的 我们很期待 我们的NAS 可以 音乐 就来了 对 Alyssa 要叫一下 还是要呼叫它一下 否则它 不知道你在叫它 对不对 然后OK 我们玩玩这个 还有什么可以玩呢 示范卡拉OK 有啊 我刚刚有示范了一下 那我们下礼拜二 会有一个 讲卡拉OK的专门的 专讲卡拉OK 因为卡拉OK里面的 比如说 歌要怎么导入啊 我们新的UI 有辨识的这个歌 还有专辑本啊 这些 它其实可以讲的东西蛮多的 你要好好唱 还是要 跟大家分享一下 简单唱 你当然就随便唱 但是好好唱 比如说你要 弄了很多歌 然后邀请朋友来 没有 这些还是要先弄好 我们会有一个专门唱 还有甚至 就是那个怎么接 其实我们都有详细的教学 会跟大家做个分享 好 再来呢 嗯 浏览器啊 我们这边上面 还有一个浏览器 在哪里 啊 Chrome浏览器 打开浏览器 预设 不好意思 是QNAP的官网 大家就勉强接受一下 好 然后 那你当然你也可以 打这个 我们刚刚可以打这个 哦 注音哦 用Ctrl Shift切换 切换的英文 好 Google 然后我在这里啊 我直接输入 好 Chinese 中文 输入什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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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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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嗎 第一個字輸出了 不過沒關係 它會自動跳出來 有沒有 在這裡也可以 直接用原聲的輸入法 就可以 當然你也可以用手機遙控器 也可以輸入你自己手機上 習慣的輸入法 你就可以看到 現在是關於世大雲的新聞等等 那這裡也可以 其實也可以 甚至我記得以前 哪有些史萊姆 還是哪有些網頁遊戲有沒有 史萊姆還玩遊戲區 對還有什麼 憤怒的小鳥 憤怒的小鳥 通通可以在上面玩 你用瀏覽機就可以玩嘛 好開心 用電視上網 用電視上網 可以放大它 對不對 這個就瀏覽器嘛 就什麼都可以做了 還有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 瀏覽器 你不想用Chrome 還有FireFast可以用 還有 有時候 但是這個 有時候啦 就是我們還有一個 LibreOffice 是在電視上面 也可以開啟Office文件 好 點開它 它就是你可以開啟 比如說開啟這個 Excel表 或是PPT 我們來看一下 產品規格比較表 你看你可以在那邊 但是我覺得 在電視上面看得好像不太健康啊 可能開會或討論廣動的時候 可以用一下 但是一般正常的情況下 你是用電腦啊 或者是平板啊 這個 就是可以啦 哎 有了 緊急的時候 就是電腦也不在身邊 家裡只有NAS 這個也OK 這個也OK 對 其實我家沒電腦 真的嗎 你都靠NAS 我都用公司的電腦 然後帶回去用 然後在筆記本 在Notebook帶回來用 我已經 真的還是沒電腦 我已經後來用NAS裡面的Windows 要報稅 報稅也是用自己Notebook 以前是簡中的 沒辦法報稅 我就用那個虛擬機去報稅 然後這個就是 那也可以開PPT嘛 等等這些有沒有 真的有時候需要 也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好 再來呢 還有什麼呢 好 最後一個 可以打Game 玩什麼遊戲呢 其實裡面有一些遊戲 有幾個 這有 我記得有三個遊戲 有一個OpenTDD 還有 那是一個什麼 虛擬市民遊戲好像 然後另外一個是 那個工程戰友寫來 但我覺得這個 比較特別一點 StopTox SuperTox 有沒有感覺了 青春的回憶 對 藍白雞的馬利歐那種感覺 但是它這個很奇怪 一開始的關卡 它好像會卡住 所以我們就可以 所以我們就可以 但是後來有成功過 但是後來有成功過 小聲一點 我們可以玩什麼 貢獻的關卡 貢獻的關卡 哎呦 知道了 為什麼它一直跳 等一下我衝 我衝進去一次 估計是我那個 剛剛 給它開聲音 開太多了 他聲音比較大 再來一次 正常一點 然後貢獻的關卡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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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剛剛都沒這些狀況 不過這個 現在 貢獻的關卡 就可以選了吧 來 來 用鍵盤 可以嗎 用這個 要Enter一下 這樣進去 沒有 有了 有了 好 可以了 跳 空白鍵可以跳 啊 死了 狀況 就是了 好 往前 有了 沒有了 沒有了 欸欸欸欸欸 等一下 滑水也是 喔 小盪機 欸可以啊 又可以了 小盪機 再一次 到底是哪裡出 還清楚 喔喔喔 可以 現在可以玩嗎 不行 好吧 大家有空回去慢慢玩嗎 就用方向鍵 可以走 左右 然後空白鍵是跳 對啦 好 OK啦 關掉 好 今天 四點多了 不小心講了這麼久了 超過時間了 好 那 差不多了 好 Cody也講了嘛 對吧 另外啊 我們現在那個 Cody上面還是用那個 標準的Cody嘛 好 那我們 我們預告一下我們 Qnever近期 即將要推出的 那一個 在Cody上面一個 外掛套件 喔喔 那掛了以後 不是掛了以後 裝了以後 就會 就會 它就用 Videos HD 裝了以後 就有 可以支持 因為 在 Cody本身 就有 那個畫面 校長 它就可以 有 就比較像我們那個 HDPlayer那個畫面 去做操控 不是 不是HDPlayer 因為HDPlayer是原生 Cody 它包進去就沒有Codec 所以我們這樣去弄 好 OK 那 對了 這個還可以上Facebook 我們要宣傳一下 我們Facebook 對吧 還有Sky 和Facebook 來點進去看一下 你看 我們 我已經登錄了Facebook 我在這邊 可以點一下 我們現在的 這個 QNAP直播室 有 自己獨立一個 這個Facebook來經營 然後 也是 這個 經營的 Facebook經營 叫什麼 經營的人 小編 小編就是 我們這位 這個Joyce 大家要多支持 趕快按讚 趕快追蹤 很請大家支持 那 這邊呢 就是大家 也預告一下 下禮拜四 算是我們直播室 正式 把這個 這個 開台了 那這邊也會邀請到 我們的 PM Nina 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那個 像是 QNAP最厲害的文件管理 QFiling 還有QSearch 還有最新 現在有出了 QSearch的APP 安卓版 跟那個 iPhone iOS版 同時推出喔 期待 已經 已經出來了 那真的是 大家期待很久 而且非常的好用 我自己 一知道出來 我就馬上裝 裝了以後 以往你在 用通過手機 要找個文件 也是要找半天 現在是手機裡面 文件裡面的那個 關鍵字 都可以直接輸入 然後馬上秒找 剩很多時間 真的剩很多時間 那在這個 下禮拜的 四 也會跟大家來分享 那另外下禮拜二 這禮拜四是嗎 這禮拜四 這禮拜四是 Ocean KTV 跟大家交唱 這禮拜四是 我們這個 開台的 大家趕快來 關注 那我們 這個 有 關注 有 就是 哪個 反正就是 有禮品送 就對了 OK OK 好 那 打開EDM 有 沒關係 OK 那今天大概 大體上是這樣囉 大家可以給我們的那個 那 那是新鮮人 Joyce 給他支持一下 好不好 謝謝 OK 有大家支持 大家才會常常看到他 不會只看到我 OK 好 那我們今天 就聊到這邊 這個NAS還是真的蠻好玩 你看 我們總結一下 你來總結一下 大實 真的是台灣的 台灣的 你今天玩的哪些功能 多媒體 多媒體 多媒體是最喜歡的 就是 放音樂啊 看影片啊 就是平常生活感覺 天天都可以用到 還有 然後 Youtube Youtube 就是 影片嘛 影片音樂剪輯 是的 多媒體我覺得今天最喜歡 然後還有KTV 也很重點 但我KTV 根據我自己實際使用的結果 我曾經嘗試過 幫朋友家裝 裝好了兩個人 兩個男人 老男人 唱 唱一個小時就唱不下去 那真的要四五個人 一起唱 比較看得下去 好 OK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 介紹到這邊 分享到這邊 那 禮拜四 請大家 繼續來參與我們這個直播 好不好 OK 那 我們有節目表嘛 對不對 請我們導播放一下畫面 好 我們有Facebook 在哪裡 這方向要對 Youtube 這些 等等 大家看這邊 你要看著 看著鏡頭比 不容易啊 沒關係 大家來關注一下我們 就可以了 OK 那今天就 我看最後還沒有留言 刷一下 曾貝貝說 你說可以示範卡拉OK嗎 可以 下禮拜二 我會唱我最喜歡的一首 實際現場唱 好期待喔 那你要選一首 好啊 那 配備的話 我們也會跟大家講一下的 曾貝貝 那下禮拜你就來唄 OK 那今天就到這邊囉 拜拜 謝謝大家